最近两个月,不少人都关注着云南北夷野生亚洲巷的消息 其实,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有动物向城市迁移的事件 野猪在柏林街头出没,有存在摩天大厦上筑巢 猴子在印度制造混乱 但是这些动物为什么会来到我们的水泥丛林 而不是留在自然环境当中呢? 就像人类一样,这些动物来到城市寻找机会 只不过是另一种机会 对于这些动物而言,城市为它们提供了无尽的食物 它们也不必担心被自然掠食者捕获 一些物种,例如浣熊,不仅能在城市中生存,还能繁衍生息 一些动物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对于新的环境,它们也很适应 随着人类城市的扩张,越来越多的物种也在城市化 一方面,它们丰富了人类的生活 另一方面,它们也是麻烦的制造者 比如印度和泰国城市中的猴子 在新德里市区,大约三万只猴子把大街当作了家 它吓坏了当地的居民 它们盗窃食物,闯入室内,甚至还会袭击人类 这个问题是由人类自己造成的 随着印度城市扩张到野外 它们入侵到了猴子的自然栖息地 但猴子们别无选择,只能适应城市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印度教的传统就是喂养神圣的猴子 只要有源源不断的植物供应 猴子们就会流连忘返 在世界另一端的北美 另一种毛茸茸的生物也在城市里疯狂发展 浣熊在城市中的种群密度 是其在野外栖息地的石碑 它们非常容易存活 它们几乎什么都吃 在大城市中 遍布的建筑物或垃圾堆里 都能找到藏身之处 由于城市中基本没有掠食者 所以浣熊的数量在不断增长 并且变得越来越聪明 它们的手撞前爪 使其可以进入垃圾箱和房屋中 从而饱餐人们丢弃的零食 野猪是另一种依靠人类剩饭剩菜 而存活的城市物种 但是不同于探索人类丢弃的垃圾 野猪的追求更高雅 在柏林 大约有3000只野猪 穿越城市周国的森林和绿色空间 在没有自然掠食者 以及被狩猎的情况下 野猪随心所欲的糟蹋公园和人们的花园 野猪活得太舒服了 它们洗劫鲜花 蔬菜或造成车祸 甚至还会攻击其他动物和人类 但是并不是每个进入到城市的生物 都为人们所布置 有的生物已经被城市所接纳 油损曾经一度频临灭绝 但如今它们又恢复了生机 这得感谢它们来到了城市 城市居民欣然接受了油损种群的壮大 它们为油损准备潮箱和托盘 以此鼓励油损来此筑巢 是什么把它们带来了城市呢 一方面 城市里有更多的房屋建筑 高层建筑和它们天然栖息的悬崖很像 这为它们提供了良好的有利位置 就像大多数搬到市中心的人一样 油损也被迫适应娇小的空间 大多数野生油损的领地范围为四公里 在城市里仅仅略微超过两公里 但是由于有大量的食物 以及不用担心被狩猎 牺牲点生存空间也是值得的 城市里的动物们无处不在 它们在不断适应和接纳人类文明 保护生态平衡 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因为大自然不需要人类 而人类需要大自然